新北市長侯友宜16號上午來到超商視察防疫情況 不過16號再增加206例本土確診個案 光是新北市就增加97例 市長侯友宜祭出新措施 針對確診數相對高的板橋 將在新北聯合醫院板橋院區設立快篩站 預計17號中午就會完成 因為10號到15號新北市16家醫院高風險篩檢 以及一般自費篩檢 共3291件中有121件確診陽性 確診率3.67%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找了一間集中檢疫所 來作為我們運營的所有的輕症 跟收住無症狀的確診病患 因應疫情升溫 侯友宜和各院長討論之後 將啟動第一階段 預進徵用醫院病房 共656個床位 以及防疫旅館共403間房 至於輕症和無症狀患者 也找了集中檢疫所 共183間房間收治 將會有醫療團隊進駐 而被問到新北市會不會啟動類似方艙醫院的模式 侯友宜回應正在評估和尋找 也會持續相關的準備 TVBS新聞黃正國國映新北市報導